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师 司长 副院长 还有委员 你们好 我是政大韩文系的学生 那今天听到了这么多的议题 然后就是我发现说 其实ESG它比我想的还要涵盖很多的东西 然后我想要问的是 那如果未来我想要成为绿领人才的话 我要怎么样在这么大的一个议题里面 保有跟别人竞争的力量 然后也避开在ESG里面专业性不足的问题 另外就是因为我刚刚发现说 有很多企业 就有很多人喜欢去考 为了永续 然后考一些证照 花很多钱 我在想说如果要进入这一个 这一个议题 这个部门 ESG部门的话 是不是就要花很多的钱财 然后去让自己变得更专业这样 我的问题就是这样 谢谢 好 非常感谢我们这位年轻同学的问题 我们是不是先看一下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我们一起收集 再来请我们几位回答 不晓得还有没有 好 请 各位讲师与会人及与会嘉宾好 我是台大森林系的学生 这边想问的是 在ESG的永续发展中 企业所重视的议题会因为行业别 地区和企业特性的不同而异 然而从整体的趋势来看 尤其是在亚洲地区的国家 社会方面的议题 像是人权方面 通常比环境和公司治理议题 被企业更少重视 那除了量化困难及缺乏统一的衡量标准 包括框架外 想问是否能以各位与会人的角度 来探讨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谢谢 好 也是非常感谢我们同学的问题 不晓得还有没有 刚刚有局 刚刚 抱歉 请 各位好 我是台湾经济新报TJ 那刚才富邦银行的总经有提到我们 这边提到 应该说整场听下来 我听到今年好像会开始进行所谓的禁止治理的这个调查 那我想因为我不太确定这个题目可以请哪位主讲人宇潭人来回答 那我的好奇点是说有关于CSDDD这一块 目前台湾好像我们还没有金融机构或者是我还不知道哪一个金融机构有主动的因应这个部分来在受信的里面或者是在做KYC里面有纳入这样子 那我不知道在座的就是语谈人有没有什么建议金融业可以从哪地方开始着手 那因为目前在KYC的这个流程里面或是受信的流程里面已经落实了蛮多有关于ESG的一些调查了 那我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建议 那其实我们三个问题都都很重要都很精彩 是不是容许我把三位的问题分配给三位影言人 然后其他没有分配到的影言人如果想回答也麻烦补充好不好 那么第一位我们正大的问题提到关于特别是对于我们青年朋友们 如果要在今天所谈到相关的工作让自己成为一个qualified的专业人才 那因为刚刚我们师长的报告中包括了所谓的我们学理上叫劳动市场上的劳动促进 能不能容许我第一个问题请师长回答 那第二个问题我们台大同学提到特别是在关于台湾不同的区域产业 那么不管在企业社会责任那么公司治理等等有关于人权的方面 如何有一个更好的安排 是不是容许我请我们孙研究员来回答 是的回答第二题 那第三位朋友因为刚刚我们苏副院长他也提到 他有经济跟金融方面的这方面的专业 经济跟能源方面虽然不是直接相关于您提到的金融受信 不过我想应该有一些关联 是不是我容许您的问题让我们师傅院长来回答 好来先请 好谢谢我们主持人的分配 我想刚才我们政大行业系统问的这个问题 确实来讲现在在外面的市场上 有很多人看到不同的一些的课程班 而且都要投入很多的费用 就刚刚我特别跟各位所介绍的 在今年的三月份 我们就跟台课大做一个绿林人才的课域的一个据点 那未来来讲在今年之后到明年之间 我们五个分属 因为劳动力我们劳动部下有劳动力发展署 它有五个分属 它会跟在地的一些的学校做结合 那基本上来讲 我刚才特别提到 不过这边我比较好奇的是 因为我们针对来讲 能够参加我们培训的部分来 都是必须我们有劳旧保身份的人 才有办法 那自己学校 自己说学校的部分来讲 这部分我可能必须要 因为你刚才讲是从学生的角度去看 学习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是有劳旧保身份的 那当然讲就没问题 因为本来就在此训练 本来就是我们有的 那其实我们现在还有一个 各位如果有机会可以上一个叫在职训练网 是我们劳动部在劳动力发展署 下面有个在职训练网 它只要把在职训练网打取各项的课程 也发生到有这样的绿练的课程 那只是说我刚才特别提到 因为你的身份不同而有不同的补助 那基本上这些课程都查询得到 那不过因为你现在是在职的 不是没有在职的身份 基本上这个可能必须要等到你就业之后 取得我们劳暴的身份之后才能够进入这个学习系统 大家做以上的说明 谢谢 不好意思 我有点没有听懂那个问题 可以麻烦你稍微再重述一下 这边就是通常为什么社会 ESG的社会方面尤其是人权这边 会比环境和公司治理的议题被企业更少重视 那除了量化困难或者是缺乏统一的衡量标准报告框架外 那想问孙研究人能够以你的角度来探讨 就是这个问题的看法这样 谢谢 谢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其实很想问公司产业为什么比较少处理到这题 但我试试看啦 就是如果可以稍微简单的推断一下 就是一个当然是量化问题 我们很难很多像是薪资啊 或是公司等等的问题 会因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国情 或是不同的大家的生活条件都不太一样 而会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我相信这也是一个造成企业比较 还没有积极去触碰这个议题的其中一个原因 那另外一个层次我相信 我们现在常常在谈的国际人权公约啊等等 其实他一开始约束的对象都还是国家 所以能够直接去要求企业 对应这些人权公约 有一些相应的回馈在S这块 我觉得也是一个还蛮新的一个状况 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这样企业 还在积极地跟大家一起学习中 但是我其实也是心里也有你的这个疑惑 谢谢 我们师长也要稍微回应一下第二个问题 好我想谢谢 大家其实针对企业永续报告书里面 尤其在S这个部分 大家在选填的部分来讲 大概来讲就是说 现在填的一些项目大概都不是 第一个来讲他可量化的指标不是很明确 而且确实来讲他有些指标性的东西 比如说我简单举个例子 他里面比如说身心上限者的禁用 有没有依照法律的规定 或者说禁用人数是多少 那诸如此类的 那不然到甚至到像妇女两性平权的问题 这些都填的不够明确 不过也跟贵在说明 劳动部大概最近我们正在 本来今天我差点不能来 本来我就要主持一个会 就要检讨劳动人权指标 我们讲劳权指标 是不是可以在永续报告书里面 重新做一个定位 重新做一个整理 比较早出一些可具有量化性的 有代表性的这些人 劳权指标 然后把它定出来之后 以后将来我们企业在填永续报告书的时候 发现到各位今天我想 今天在做很多进农业的部分 以后将来你在做绿色经济的时候 你可以从他的企业永续报告书里面 很清楚的了解到这个企业 他的过程 他在尤其在ESG的执行过程里面 有没有符合标准 从他填的表里面就可以填得出来 我想之前目前劳动部正在做 而且正在起步 大概最近会 应该讲大概是 远到三个月到六个月之间 我们会把劳权指标的检讨 检讨出来 之后呢 我们就会跟金管辉合协作 然后把这些东西 纳到我们的企业的永续报告书里面 未来来讲 而且今年我想 尤其是在金管辉特别规定 明年在上市会公司 如果是20亿以上以下的 也要填写 现在填写永续报告书是在 上市会公司20亿以上的 才要填写 但明年2025年是20亿以下都要填 我想这是一个蛮重要的议题 我想现在劳动部正在加紧 做这个步伐 能够把劳权指标 比较明确的 而且有效的一些指标 纳到我们永续报告书里面 好 以上 座位补充 谢谢 谢谢 谢谢主席 我想第三位是我们 经济新报的记者朋友 我想是这样 这个CSDD我想是一个 最近特别刚刚我们研究也提到说 是近期才确定往外去推的一个部分 其实但是我们观察 欧盟它发展的系统的过程当中 它其实在永续分类规则里面 它设计里面就已经涵盖了 人权这个议题的概念在里面 比方说在永续分类规则里面 它订定了六个环境友善的指标 同时它觉得不能够相互的排斥跟抵触性 那最后要考虑整个人权的议题 那以这样的一个思维去设计 不同的行业别它的相关的factor 我觉得这是相对需要一些 其实回应到刚刚森林系的学妹 我台大农金了 其实某种程度一个永续的概念 它是不同的行业 不同的区域是因地之一的 所以应该是同种求意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思维 其实在他本身在考虑永续分类规则里面的 永续的那些因子的时候 其实也已经把人涵盖进来 只是没有很强制性的一个规范 最后又独立出来一个 ESDDD这样的一个构面出来 但是这两个是可以走在一起的 我的理解是可以走在一起的 那特别是说我们国内现在 其实我们金管会也有在推动 国内的永续分类的规则 也去针对不同的行业别开始做沟通 我觉得也是在做这个第一步 那刚刚其实我们宣言就也提到说 那其实经济部投资促进师 那也针对刚刚提到说 我们有通过了一个 我们台湾的人权的相关的一些草案 那我想后续也是 虽然说现在只是柔性的倡议要求 企业一起来共襄胜举 但是未来如果说这两个 这两个推动的策略变成是一个 从柔性的倡议变成是一个 强制性的规范的时候 那未来是可以走在一起的 只是说这个需要一点 特别是我们国内在整个 公司的拟定里面 我们企业这边的沟通的时间 是比说实话 比其他的国家来得久 但是整个政策的一个推动的过程 以现在在静零 以及企业永续转型 这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洪流的 一个推动之下 我觉得我们是需要加速的 以上谢谢 谢谢 好 非常感谢我们现场的问题 以及三位的回答 那我们再进行第二轮 还有点时间 邹老师 我是有问题想请问市长 然后也是 我觉得从早上到现在 我们的讨论还蛮exciting 就是说其实就是 永续转型 我先讲一下有几个层次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早上我们讨论是IPS S1 S2 什么要把整个未来TCFD 纳入年报或永续报告数 其实这里边就会有一些折冲的问题 那当然还有修法的问题 因为其实 包括这个坚凯伦律师早上question 我想赖院长也question 就是说 我们的证交法里边 根本没有永续报告书这样的字眼 OK 所以证交法势必要修法 这是第一个层次 还有它执行 就是说从产业层面 它同时要撰写 年报要撰写 永续报告书 对气候接受 而且这只是气候接受 这里边会有一些折冲 第二 我不知道那个林世杰主任 还在不在 刚刚林总盈有特别提到 是说 这个金管会 在近期就会来 来颁布 上次会公司ESG评鉴 要纳入 我们前一场 谈到这个 Finance Justice 其实也是跟老公 跟人权有关系的 那这个部分 如果要纳入的话 一样会遇到 同样一个问题 你在 你没有法源嘛 对不对 那你如果 要纳入不纳入 你也不能开法 这个 我想这也是 同样一个问题 那到第三项 就是刚刚我们 这一场 主场在讲 就刚刚的 这个上次会公司的 ESG评鉴 跟这个 公益店法案 CSDDT 这边的过度 转型的问题 也是一样 我想这就是一个 证交法要不要修法的问题 然后事实上 就是说 我想请教 王市长的看法 我们光一个碳费 就折冲了五年 所以在一个 核设经济的架构底下 我常常讲 我们金管外 设出了洗字键 光一个碳费 就折冲了五年 所以我没有那么乐观 说经济部 现在有一个 CSDDT的工作小组 弄出指引 未来会弄印法 这个可能 不太可能 因为经济部的力量 一定还是非常大 像这一些 其实我们台湾 面对的政治现实 也是经济的现实 就是说 我想这里边 特别刚刚有提到 事实上有特别提到 老权指标 会提供给金管外 纳入永续报告数 一样 现在没有法则 没有法源 我想这有非常多 统整的问题 当然我们是希望 是说 我们今天办了 整天的会议 非常advanced 希望把这个问题 框出来 不过我觉得 要遇到台湾 面临的政策 要执行上面 在这个地方 包括 王市长 还有 汉帆兄 不知道有什么看法 因为时间的关系 是不是就容许我 还有问题吗 我们就最后一个问题 好不好 请 不好意思 我想要针对说 就是刚才 CSDDD的部分 就是 台湾有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介入人权的国家行动计划 还有刚才说 台湾供应链 尊重人权的 人权指引 就是目前的指引的部分 然后想问问看说 想问问看 特别顺研究员 问问看说 就是您认为 主管机关的部分 还有说 如果您认为 立法有必要性的话 那现在的行政指导 或者是 我们所谓 修应发的部分 应该要怎么修 那我的出钱想法是 如果像刚才 我们讲说 证交法的修法 那因为CSDDD 它只是用规模来看 所以也就是说 我不一定是公开 发行公司 所以证交法的部分 可能不一定使用 反而会回归到 公司法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 人权禁职调查的部分 现在指引的内容 是写说 公司自己做 那这样子 我在没有利害相对人的关系之下 我做禁职调查 跟我的 就是做基本的 非财务性揭露资料 有什么不一样 这样谢谢 那我们刚好最后的两个问题 周教授的问题 刚刚也点名了我们师长 也点名了我们那个 苏副院长回答 那刚好这位同学的问题 也请教苏研究员 我们正好再请三位 做个回应 谢谢 谢谢周老师提问 如果说你要说谈到 其实我在行政经关 做了三十几年 如果你要真的要说修法 还真的不容易 我必须要这样讲 除非是碍于大环境的压力之下 因为什么 基本上来讲 修法就我个人来看 本身行政机关的立法 绝对没问题 算到行政也没问题 但进到立法案之间 就开始会有折冲 那出来的法案 那么迅速 那么能够符合实际的需求 我想这是必须要去看的 不过就我个人的经验里面 其实行政机关 有些行政手段是可以做的 我简单举个例子好了 各位 我就我们劳动部门的做法 我想这是未来 因为周老师刚才有点提的问题 我会将来跟金管会讨论的时候 劳群指标如果做好 因为势必我要跟他讨论 那这部分来讲 我会把一些的 等于说看各位今天的意见 也提供给他们 然后看他们的评估之后 看金管会的做法 不过我常讲 就说在法律还没有订定之前 总是有些事情要做出来的 其实行政机关 有很多行政作为行政手段 是可以跟企业界里面做沟通的 只要是合理的 我想企业都能够接受 我简单举个例子 各位都知道我们有外送平台 外送平台 那请问 如果说你在三年前 我相信台风天大雨天 你点外送平台都点得到 对不对 可是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几年你如果遇到台风警报发布之后 外送平台的所有的平台就全部关机 什么原因 其实我跟各位报告 这就是我们跟外送平台做一个合作 那基本上来讲 行政经济立场里面 把政府该有的作为告诉他 而且从一个合情合理合法 而且从人权保护的角度去做说明 所以现在目前为止 所有的各大外送平台 经过我们的 包含到我们定的外送指引之后 也跟我们 等于说 旧别之间达成一个私下的默契 只要我们的各地方 这么发布台风警报的时候 那所有的外送平台就全部会关掉 如果是有爆雷雨的部分 一样 所以基本上 这是可以靠 所以刚才周老师会提到 在没有修法之前 总不能说让一些汉事 我们讲有些不好的事情发生 我们讲遗憾的事情发生 那我们也希望就说 像这种老权指标的钉钉里面 这包含到刚才周老师所提到的 像一些上市柜的一些评鉴的部分 从软性的角度去做 那基本上来讲 行政机关的行政作为 还是可以设得上利 但只是说没有像有法律那种角度 像刚才提到的 像欧盟这种竞争调查法 它有强制的处罚的依据 可是在行政作为的行政管制上来讲 我想行政机关 还是可以跟业劫之间 去做一个协调的 不过也谢谢各位 我想在立法上我们会努力 但是基本上 因为我不是经管会 我会把各位的希望修政交法的意见 转达回去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周老师又Cue到我 但是这个不是我的专场 我想是这样 因为以汉班族经济的一个思维来看的话 我想有一个法治化来去建构一个环境 其实是必要的 但是它需要一定的一个时间 所以我在想说老师刚提到说 面对这样的一个说 要不要变成是一个硬法 或者强制法治的一个推动 来去约束企业 或是加速企业的一个改善 或是遵循 我个人比较思考的是说 有没有可能变成是 其实我去看国际 比方从G20提出TCFD 它本身也是一个倡议 那倡议由各个国家思考自己的国情 那企业 那假设把这个各个国家变成是一个企业 企业本身变成是一个自发性的来去依循 或者是政府透过一定的资源 来去寻求企业共同来参与 从设计的过程 甚至一些这个案例的一个推动 成功案例的一个推动跟分享 来去做正面的扩散 我觉得这是前期可以去做的事情 那当然就是以空间换取时间 那企业本身来参与之后 也凝聚了企业的一定的共识 最后才可以像刚刚市长提到的说 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去运作 酝酿一个整个法治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推动 那我觉得这个也许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一个思考 因为我现在已经不是公务员 我以前是公务员 所以我也不能说的太 谢谢 谢谢 谢谢刚刚的问题 先简单试着梳理一下 首先现在已经有 企业与人权国家行动计划 跟企业与人权尊重 sorry 企业尊重人权指引 还是一个行政指导的一个状况 那首先我觉得 指引这个方面呢 当然出我们是非常非常支持 跟鼓励的 就是企业能够 台湾企业能够真的迈向符合国际标准这件事情 我们是需要一个指引走在前面 开始加速辅导企业 但是我们也希望它真的尽快公布 因为现在还是处于一个草案的状态 那但是我们同时回来看 切与人权国家行动计划的话 对于 台湾的第一版是在2020年年底通过的 然后今年2024年年底要更新成二版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呢 是比较 还是比较软的 然后没有具体的时程 也没有相应的指派的机关 或是资源 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 就是 其实我们前阵子有去参加一个联合国的会议 然后各国其实都在说 不要再定什么国家行动计划 因为觉得它真的各国定过之后 它促成的效果以及法规上改变 其实是太慢的 那当然我们不是说台湾不要 就是走一个在上面天上飞的路线 我们还是要有务实的一个机制 所以我们不是说台湾不要定 台湾要定 但是要给相对应的资源 人力要定出具体的时程 是哪一个主管机关要handle 哪一个行政策略 这个我们认为要明确的定出来 政府要拿出一个决心来帮助台湾跟上 而不是定了一个白纸黑字写的好像很漂亮 但是我们却看不到有任何资源投注的一个东西 就会变成有点像是我们的第一版 其实过了四年 我们真的没有看到太大的成效 所以希望下一版可以更好 那针对收法的部分如何收法 非常同意你 就是指凶圣交法的话 我们会只处理到上市鬼公司 但我们看到很多影响力 遍及全球的台湾企业都不是上市鬼公司 所以我们自己刚起凯伦律事件 李市长也有提到 我们可能会比较建议朝向专法 订定专法 或是在公司法里面订一订专章的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当然修法很难 我们都知道 不管是专法还是专章 都有它一定的难度 但是也回应刚刚周老师的分享 就是台湾的政治现况 现在能够修出这样子的一个严格的法 确实是不乐观 可是同时如果我们看现在的国际现况 我们不赶快修这样子的法 其实也不是很乐观 我刚刚有一页跳得有点太快 就是现在已经有制定应法的 那个国际趋势那页 现在我们看到欧洲 确实已经有很多制定了 但是刚刚那一页的最右边 我列了大概有十个国家 是草安已经正在跑 即将要制定了 那是从英国 纽澳 巴西 甚至美国都在提 所以说确实现在台湾的处境不容易 可是我们也要想想台湾在国际供应链上的 这一个角色 我们如果不跟上这个国际趋势 未来也会很不容易 谢谢 谢谢 如果你看 单单从二次世界大弹开始算 类似像ESG的超过12次 平均每6年到7年就一次 没有一次成功过 所以说所谓的我们拉丁文叫做 les mecatoria 那种国际软法 要透过贸易手段 例如保障人权 战后的经验就是不断的被破人 所以不断的失败 所以今天我们现在这个问题 其实非常有趣 如果最后 容我用主持人的角度 跟大家再谈两分钟就好 美国有个杂志叫 Rolling Stone 滚石杂志 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评论家 叫做William Greider William Greider曾经写过一本 很有名的书叫做 The End Station of Globalization 就全球化的终点站 这本厚达800页以上的书 在收集世界各跨国企业 在过去30年做的坏事 只为了资本积累 几乎无二不做 连杀人也做 所以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难题 到底要找到一个什么样的最好的方法 别忘了世界超强的美国 一直到前几年都还 很多州政府都还以一定期间 不必遵守环保法令来吸引跨国企业投资 牺牺牲环境 只要你来投资 这个例子太多了 最有名的当然是德国 这个巴巴利亚发动机工厂 B&W到South Carolina的设厂 是国际最有名的丑闻之一 如何牺牲环境来吸引外资 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 刚刚三位非常精彩的报告 如果容许我做一个不负责论的总结 其实第一个 如果没有全球行动 恐怕很难做到什么 第二个 过去战后7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 单单的Soft Law是无济于事的 必须要走到Hot Law的阶段 第三 任何的再怎么有道德光环高度的主张 包括人权 如果没有经济市场的相容性 到最后必然失败 必然失败 永银的响尾蛇效应 大英帝国到印度统治的时候 发现有一个英国英伦山 从没有看到的响尾蛇 实在太恐怖了 于是抓到一条响尾蛇 就赏多少钱 从此之后 印度开始出现 专门养响尾蛇来赚钱的行业 数量远比这个措施之前来得更多 美国联邦环境部 曾经以二氧化碳以上的 以毒性区分的不同的气体来决定 如果你展现减少排放的那个气体 我就给你多少 包括金钱利益在内的点数 做投资的优惠 各式各样的优惠 结论就是许多的企业为了赚这个点数 大量生产最毒的气体来赚取这个利益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经济逻辑之下 找到一个我觉得更好的方法 今天三位都提供了我觉得非常棒的这个经验 我用主持人做个不太负责任的分享 现在是5点39分 也跟我们刚刚这个场次那么拖延的时间差不多 那请各位我们再次热烈掌声感谢我们三位辛苦的 员的与谈的也感谢各位 我就交给思雨 也谢谢